今天的战役线分析的报道 我们来认识图安区卫生健康局党工委书记局长陈在进 在抗疫情过程中 他率领图安区的卫健干部们 参与研究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扎根一线协调解决各类突发状况 为图安区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最近的复工复产的这些体检 企业来体检的一定要人员配足 我们的工作人员配足配到位 一定要确保企业复工复产 这个体检的工作能够落实 这几天 同安区卫生健康局党工委书记局长陈在进 常常奔走于医疗机构一线 调研协调复工企业的员工体检工作 为提升医疗服务效率 助理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他率领同安卫健系统 组建了由市第三医院 同安区中医院等单位组成的专业团队 积极对接同安两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机构 为企业返港及新聘人员开展核酸采样检测 在陈在进的积极推动下 这个团队已累计为同安区126家企业 派送了5131份核酸检测试剂 基层疫情防控 难免面临各种突发状况 陈在进都能在第一时间协调 解决大家的难事及事 2月初的一个深夜 正在值班检查的他 突然收到无险证工作人员打来的求助电话 说有一位独自居家隔离的居民 突发疾病急需救治 陈在进迅速联系就近的医护人员 穿着防护服上门服务 及时将患者送往社第三医院救治 看完病已经深夜了 那么这个居家隔离对象 没撤去回来 我们照样的启动应急议案 指派我们下去的卫生院派出救护车 点对点把它送到家里面 再进行机家隔离 疫情发生以来 陈在进常常忙碌到深夜一两点 在他和同事们的推动下 同安区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联防联控机制及相关应急预案 确保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无缝对接形成闭环 我也只是做了一个分内的事 整个防控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 那么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按照市区指挥部的 这些部署要求 把防控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确保我们整个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和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 本台记者报道